这期呢就给大家准备都是一堆花花绿绿的非常好看的夏装 我自己在准备的过程中我都觉得非常很心动 特别再要跟你们分享 然后主打一个摆变 多姿多彩 丰富多彩 缤纷色彩这样 好那我们就赶快先来看这一期够够 第一件就非常亮丽 我们有这个鹅黄色的小猫T 他们整个夏装都非常爱 它都是这种散发着奶油的扑扑扑的可爱气息 既然进入到这个系列了 你就要尝试一些这种鲜亮的颜色 所以我就特地选了这个 我很喜欢这个的壮色 180克中的一个真织的面料 对于非常喜欢轻薄的人来说 它会稍微有点厚 而是小领口落肩的 它整个版型我觉得有点卡通状 你看我上身就知道它和别的T恤都区别了 有很多人就会觉得这种颜色太怕 就不用怕 我给您提供一个小tips 可以用灰色黑色的短裤搭 然后下面用黑色的皮鞋去收拢 因为它那种有点正经感 就可以让这种灿烂的樱花给收住 你觉得我不想穿短裤的话 长裤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另外一种搭配 因为我自己喜欢撞色 就我肯定需要做一些挑战的 一直跟大家说的 你可以从T恤的图案上面去找颜色 因为它有眉红 我刚好有几件新买的眉红的单品 没用到 我就可以正好呼应到这上面来 第二件虽然不彩 但它有很多丰富的细节 很捧客 就做旧的效果很到位 你从远处看就感觉它像那种 小时候家里烧的那种煤炭 然后会撕开来一片感觉有没有 因为它本身是这种有点偏红的灰 然后它靠近领口这个部分 它做了水洗 就做旧褪色的就有点泛红了 领口这一块做了印花 是做旧的小星星 连这后面一排都有的 遍布了一些破洞 有这种撕拉一块 有点像流苏的这样 因为我们见多太多普通的之后 你就会想要一些特别的跳出来 就非常戳重 我就扎的T恤比起来 它就是领口 袖口这块都有点往里面凹 就你上身就会选的有点像小短款的感觉 你们懂吗 装装裤靴子这种 它本身就有点荷尔蒙的这种 复古感非常的浓郁 我们就可以把这种很混凝土感的单品 就mix混合在一起 这样一套就比较顺理成章 意外它发现内缩的版型上 你可以搭一个正常的T恤 给了一个酒红色在里面 就我觉得适配度非常的高 太般配了 就可以达到一种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感觉 好合适 我们这件事 无意中搜划到的便宜好货 我从来没买过这牌子 我当时买的时候 还有点犹豫呢 实物的版型非常戳误 它是比较偏大的 我又选了叉要买的 它就有日式感 完美的把你所有的地方都遮住 但这种它们都会有点 类似于帆布材质 它反而用的是全棉的 很轻薄的这种斜纹布 又上身很舒适透气 但大家都懂 这种海绵量过高的呢 就是会容易皱 这是它唯一会让你 皱眉的一个点 大家想要比例的时候 一般都会敞开去搭 但我发现 我觉得它敞开 就没有它衬衫本来的特色 就有点像造衫了 所以我觉得 扣上船会更好 但你如果想要扣上的时候 你前面不是太空荡荡 太长了吗 我就会搭领带 你很喜欢 它整个版型结构 你就觉得很OK的时候 又偏长 我们就可以选背带裤 就是我很爱用那个方法 你用背带裤 刚好就可以露出 上面你最喜欢的 所有的结构都能露出来 然后又能把 这个比较长的部分塞住 今天我买了很久 我在他们家买了好多件 都是日常通勤穿 因为面料很清透 穿到这种非常的舒适 然后我洗了好多次 我觉得也没有变形 所以就分享给你们 我把它放在这里 主要就是为了要 消化一些 我很colorful色彩的 短裤长裤在这里的 因为这么好穿 那个白T 当然是要来消化 一些这种单品了 然后它整个厚度 大概是220克左右的 对于白色来说 它是略微有点透的 打底 然后上面是字母 一长串这种 励志的小文章 你日常就是搭一些 牛仔裤什么的 通勤穿就OK了 一个是我新买了一个 蓝色的小短裤 虽然我们在T恤上 没有这个蓝 但我们可以用鞋子来呼应 用帽子鞋子这样去 手里呼应是最简单的方式了 另外一种搭的是 刚买了一个粉色的 很骚气的长裤 但它是这种 尼龙材质 滑稽滑稽 这种运动服的材质 它有点闷了 但裤子又特别的好看 我就一定想要穿上它 有很多手绘的图案 然后我就会搭的非常 Y2K千禧年一点 给大家看看 一件非常好看的 下围衣衬衫 鱼标 做个卡通图案 这样连线连在一起的 用这种白色 还有一个棕色 棕色其实也挺好看的 这种巨矢纤维的 就不容易皱 你看就用成这样都不会皱 那一个特别的地方 是它肩膀 它缝合这个地方 有个小折角 我唯一能接受 它选M码的原因 就是它有个小折角之后 就会显得你肩膀没那么窄 我给它选了一个 很灰痘绿的一个长裤 去搭它 我觉得搭的才挺好的 在这里有一个小tips 这一类的衬衫 你可以里面搭一件 不太一样颜色的背心在里面 就正常穿是一种搭配 然后你把它敞开 又是一种搭配 然后你再加一个腰带 又是一种搭配 后来想把它穿得非常的度假一点 我就用了一个 很有流苏感的衬衫叠在里面 我觉得好像这也蛮好看的 你们会不会这么多年T恤我们穿腻了 就想挖掘一些新的 这就是我一句有盲咪声的原因 新的东西跳出来就会让你很心动 之前也说了我再买 然后我选这件的原因是 颜色比较跳跃 就一向能看中 也用了今年运动服的版型 做了插肩秀 但这种它其实会对于肩膀窄的人 会有一点没那么友好 我又选了M 我想小一点 因为今年不是流行小一点 我就会控制它 更轻薄了 但还是有一点海绵感 这种当当的 它最直观的感觉 摸起来就很软糯 很有质地 它最适合就是搭各种牛仔裤 但不要选那种很常见的 你要选现代比较流行的 工装的 然后是喇叭裤 这种新年很流行的 中的短裤 扩型的这种 就非常适合 今年我之前不是说了 大家可以尝试这种 有点捧克的T恤 像文化山这种 我发现好多都是黑白的 然后我看到它家有出 有点彩色的 有红蓝什么的 我觉得挺好看的 主要是便宜 所以我就两年都买了 是英国的捧克亚国音乐队 Bart Cox的这个 它是用了蓝红的配色 这件比较厚 250克中左右的 然后上面整个就是泛黄的旧旧的感觉 然后另外一个比较薄 这个大概210220克中左右的 就比较轻薄的 整个是白的 上面是黑红的 唱中金属的 那是坏小天团 Mask Crew 做了不同的搭配 主要给你们做一些喜欢的参考 是个比较正宗的 因为上期不是有一个领口评接的吗 但它是有个这本名拼 主要是喜欢它这个颜色 就杏色加酒红色的 就很像欧美电影里面 小男孩会穿这种配色 让你莫名的很心动 估摸着它大概250克中左右的 甚至可能还在高一点点 非常的两感顺滑的一个材质 方便一点 就是我出远门也可以搭的 所以我就特地选了这种防泼水感的 这种渣滩酷为圆形的 要用这种尼龙的材质 滑稽滑稽的 这种就是因为本来 它就有点褶皱感了 所以我们怎么弄都没关系 这就很方便了 网眼的透气的面料 在这里面的一层 终紧抽拉的 今天比较流行 这种户外的录影感的 所以我们这种直接搭在外面 然后再通过配饰 就让它整个风格完整 就OK了 就比较方便 我们就可以延续这种 有点像欧美小男孩 这种小小绅士感的 虽然这个上面没有扣盘 但我们可以加一个宽一点的腰带 然后把整个衣服扎进去 然后再加上个皮鞋 另外一种风格 欢迎大家来到青苹果乐园 我还蛮喜欢M87mm的T恤的 因为它就是很薄 而且很有凉感 非常舒适 虽然这种美了很运作 还有一点是 它有很多彩虹的颜色 意想不到的一些 饱和度超高的颜色 我特地就选了绿色 是不是很好看 这算他们家的一个基础款式吧 但旗舰店原来卖的是比代购贵的 但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卖的不好 从前面春天之后 就是所有款都在打折 但它没有上非常新的 就是卖完了好就没有了 这个T恤只要125 折扣真的非常漂亮 有一个是我偷试他们品牌的 他们那种黄黄的 棕黄色 土黄色的短裤 发现搭也很好看 就是你用一些黑色单品 你去收拢就OK了 又是一件Riener T 它这件虽然是纯棉的 但是我觉得略微有点糙 所以放到最后 说实话就是演员 就是看到它这氛围感 我很喜欢 它是灰黑 然后上面有一点点蓝的 这种小可爱 暗型比较偏小的 我选这个L马上升 是正常和声的 如果再小一点的话 就会显得一头大 这种了 没有一份大家都懂 就是分享身上这一套 这个呢 就我当时看到屋里少年 他们上心了 就我第一眼就看中这一套 外面是个带的最不热 但它其实有一点厚度 挺重磅的 对夏天来说 是有点略厚了的 里面这件衬衫呢 你不要看它有一点点 旧旧土土的感觉 但是它的版型和面料 都超好看 就是这种落肩直筒的 用的是紧棉的 虽然容易皱 但是非常轻薄 上身很有良感 你略微解一个扣子出来 比较好看 不过这个搭配呢 我就整个照搬 他们整个详情里面搭的 我觉得挺好看的 然后我就怎么搭了 我就是很想给你们分享 这种琳琅满目 很丰富的搭配 对如果还有时间 我还想跟更多 给你们分享 好以上就今天所有内容了 希望你们可以喜欢 喜欢的记得给我一键三两 你们的支持 是我继续做视频的动力 好618了 希望大家呢 都可以就是理性的购物 然后真的喜欢大家的下手 好很快再跟大家见面 拜拜 拜拜